近日中国新歌声第二季在杭州举办了新闻发布会 四位导师娜英、刘欢、周杰伦、陈一迅集体亮相 阵容十分强大 中国新歌声第二季全面改版升级 既保留了上一季盲选的环节 还添加大逃杀战队混战 而导师战车也将换上具有各自战队特色的形状 对于战车的全新面貌也将由导师们自己来设计定夺 值得一提的是 现场四个战队的队灰 都由导师亲自设计而成 非常符合他们每个人的个性 让每个战队的形象特别鲜明 而且也更符合对抗的那种视觉或者经历 现场娜英就大方与观众分享创作灵感 喜欢什么东西 比如花什么的 我就说我喜欢兰花和百合 然后还有就是 我喜欢京剧 然后就珍珠 还有元素加在一起 音乐是美好的 整个节目是美好的 所以这个元素就是美好 作为中国新歌声的新进导师陈一迅 此次加盟给中国新歌声的现场带来了不一样的环托气氛 对于首次转型 现场与观众唱谈角色转换新体验 期待与学员共成长 其实还挺纠结的 如果真的要按下去 所以 所以现在我在跟大姐说其实一直都有学习到一些 比如说听到这个学员他唱歌 就无瑕疵的那种就是觉得没有什么好挑剔的 但就缺了一个小小的东西 那其实我接下来要跟他还是要跟他认识吗 还会下来的吗 就算没有按到 跟他聊的过程当中 其实在聊 好像是话是对对方说的 其实那个话也是在对自己说的 很多东西可能已经变成一个习惯了 可能自己也忽略了 但是你从那个聊天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 原来我会这么想的 对对 这个也可以提醒自己一下 在演出方面 在发声方面 在表演上